過往備受爭議的三稅分流計劃 經過多番修訂 有望在8月篩稅專營權屆門之後推行 首階段方案會在8月2日 政府接收篩稅當日推行 調整3條稅道收費至633 即是試駕車經篩稅收費 由75元減至60元 紅稅、東稅分別加10元和5元 或一收費30元 的士經3條稅道全日單程或一收25元 回程稅道費也收25元 其他車種收費維持不變 第二階段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方案 主要分3個時段來收費 以私家車為例 星期一至六的繁忙時間 篩稅收費60元 紅稅和東稅就收40元 一般時段因為交通不算濟失 三條稅道或一收30元 當局說非繁忙時段是特異時段 由於車流量較少 三條稅道或一收20元 當中東稅窄幅調整減了5元 紅稅更加沒有調整 維持20年前的收費水平 至於星期日和公眾假期 三條稅道日間或一收25元 其餘時間或一收20元 同樣是載客率低的電單車 收費是私家車的四成 其他車種包括貨車、巴士等商用車 三條稅道全日或一收費50元 的士就會繼續維持第一階段安排 目標在今年之內實施 當局強調三條隧道在第二隧段 方案的新收費 有八成時間都比現在便宜 新過海隧道收費的建議 絕對不是為了多收的隧道費 相信在這個方案之下 受益的不會局限在駕車過海的市民 亦都有過海的巴士乘客 事實上非過海市民亦都會受惠 因為現在在繁忙時段 紅隧和東隧的車籠經常延伸到主要交匯處 例如紅磡、銅鑼灣、觀塘和藍田一帶 令到不是坐車過海的市民和商用車 亦都受到波及 運輸處表示實施第二隧段之後 衛免司機在轉換時段期間 過隧道突然加速或減速 會引入過渡時段 私家車會有大約20至30分鐘過渡 期間每2分鐘收費上條或下降2元 直至達到下一時段收費 當局同時建議引入調整繁忙時段機制 副權穩輸處處長就繁忙時間的收費水平 時間和總長度 在每6個月之內做一次適當微調 我重申並不意味每6個月就會有加幅 而且事實上這個機制甚至可以下調收費 如果交通情況是好的話 而整體加費或減費的限額 亦都在法例會寫明 我們最多每一次 我們只可以建議大約3元 而我們最多累積的加幅 亦都是15元 這個亦都需要立法會同意 我們才可以這樣做的 有關修例草案將會在星期五看憲 下星期三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 東網記者曼家琪報導 東網警網站 東 channels 北東